哈喽大家好,我是新兴君子兰的小新啊 最近发现有就是蓝友在给君子兰换土的时候 他总会问小新说这个土需不需要杀菌啊 其实你看小新身后的话就是这个君子兰专用的土 土呢,其实我们在摘种的时候就是直接摘的啊 都不会说给土杀菌 然后或者是放一些药什么的啊 就是它其实是没有什么菌的 看一下啊,小新这边的大花现在也正在进行换土啊 然后所有的花根在脱土之后的话 我也是不会什么洗根也不会泡根的啊 都是直接开始摘种的啊 所以说其实每年通过这个实例来证明啊 我的花土从来不会杀菌啊 然后也不会洗根和泡根 反而小新认为如果洗根和泡根的话 还很容易烂根啊 看这大花花根长的都是非常好的 然后这个花也都是非常漂亮的 看啊,这一块是拔了一排的一颗颗的 全部都是脱完土的 花根非常好 这个旧土啊,你就是放剩点都没有关系 不要去洗它,不要是泡它 这个是小新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 看这花,花纹也特别好 这边都是四年多的一个大花啊 然后看一下这边都是啊 全部都是刚刚脱土的 然后我们脱土之后呢 马上就摘啊 马上就直接摘的话 花根长得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旺盛的啊 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朝着里边的 这全都是 全部都是这个大花根啊 然后这个是君子兰 这块还有啊 就是,但是你里边的像个别有这种空根的时候 你一定要揪干净 然后里边有这种,看到没有小心看到这种小扁根的话 其实它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你想这一个花这么多花根啊 它空几个或者是扁几个的话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再给你看一下啊 特别特别的出壮啊 就是花盆要尽量选择小一点的花根才会出壮啊 看看全部都是白白的大花根啊 全部都是一会儿的话就直接摘种的 然后这边也是 这个朝着里面的花根也是啊 就每一颗的花根都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这个就是现在刚刚刚摘完了啊 这边是摘摘花呢 刚刚摘完了 有很多人说土里边有菌啊 因为摘花的时候避免不了这个花土 都会碰到这个简离镜部位或者是做鸡的部位啊 就是土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细菌的啊 然后看一下这是摘完的啊 特别特别的漂亮 大花真的很好看啊 给你照几颗摘完的啊 这颗啊 这颗也特别好 喜欢君子兰的别忘了给小鸡点个关注啊 持续还是会大家分享更多君子兰的故事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